你一位都没结婚了 没 还没 那你得老冲了呢 你这是啥的吗 一位都没结婚就老冲了 你得老冲 中老年人 印和湘金鸣场面 择偶标准是什么 要求特别严格 也是女的 也是女的 择偶标准 咱再细化一点吧 白 风 美 风是什么意思啊 风嘛 您是喜欢微胖借女神的这种是吗 越胖越好 那年纪呢 四十正处二十吧 就是二十到六十 二十岁您都可以接受啊 叔叔 可以啊 像找情人 不像找老伴 你喜欢小孩吗 我多大四时候还要小孩啊 在想找六英爸 想找个啥样的 就想找你那样 关键我这开销太大呀 你承受不起啊 我有个儿子上大学一年就得五万块钱 你这所有的工资都不够 那你儿子上大学跟我有啥关系 那你说我找你 有啥关系呢 找我不就夫妻关系吗 有道理 六位女嘉宾在你面前 你对谁最有感觉 换一瓶 换一瓶 这种战 战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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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答应吗 我总共会压过热的 告诉你们 猴子为你而克勾 男人给女人花钱天津地利 女人给男人花钱就斗贴 我长这么大 没见过这么嚣张的人 今天你就接纳了 来现场阿姨对彩礼有要求的 可以表态 彩礼不给我 你说啥爱我呀 说啥爱我呀 二十万彩礼 最少就是十五万 你说什么 我愿意拿钱里面 可以到开心祭买个房子 二十万我想问一下大姨 家里儿子没见婚姜 等着给人娶媳妇呢 下来就整个二十万 然后大头去 三个字 不可能 妈呀 大喜做饭收拾屋子 那您呢 我坐下鸡城吗 什么活都想让老伴去干 那你还不如找个保姆多好啊 你何苦去找老伴呢 把活都压给眼睛呢 我卖股董 挣了三十六万 所以我摇身一变 摇产三十六万 干活你花钱行不行 公司会儿存款全交给他 让让他随便花 他买啥我吃啥 献给他 出不了 你比如说我现在我要求呢 比我小 至少的小十五岁以上 年龄差一岁 我可以补多少钱 你比如说为什么要找小的呢 意思就是我要先走到他前面 比十五岁的 他也有可能走到你前头 那就等会 那证明你眼光太不好时了 找小先给你戴个绿帽子 你有啥意思啊 不这个不反对 这个你说这话我 还不反对啊 事实当中呢 可能是发生的事情 六十岁行不行 百六十岁老太太领到家 你啥感觉呢 不能赢的 六十八岁还能当媳妇 还能当媳妇了吗 六十八岁都准备后事了 那给我一个什么样的保障呢 三千块钱归你管吧 够不够 不够 不够啊 吃喝够了 要有点别的事就不够 穿带了 人情网份了 那对不起 你没让我心动 我就问问你 虽然你 虽然你 说一句实话 你一点都没让我心 一点都没动 别看你吧 你挺优秀 但是呢 我不优秀 我这心一点点都不动 我不优秀 你没让我心动 那你让我心动了 对啊 我还没看好你呢 那你完了呗 那你提个话 怎么还这么说话的 就都说你二十多年找不着媳妇 就你说话也真是冲 是的 是的 说你信二号时我们没看见 但是我们今天在场 就看见你这个态度 说话你那不顶人 那不敲人的吗 那你还让我心动了 你美啊 你美啊 咱们其实 我个兔老头子 哪没啊 没票指责 你看中我了 你跟我闹 你看不中你都不要闹 你作为一个男人 有点绅士愤怒 咱不打仗 我说了 要彩礼的不要 不要跟我说 不要跟我打电话 也不要跟我加我微信 您大概有多少存款 这个好像 二三十万有没有 二三十万那叫存款吗 中老年人 运河相亲民场面 有王胡喜 今年六十一岁 对 我来自天津 我的爱情渲言是 只要你对我不离不弃 我天天拿你当皇帝 我过去年八十九了 给我留了四套吧 我现在还干一个旅游公司 年都又在五十万之内吧 一个月能花在另一半身上 自己的数额到底能 没有数 随便花 不是买点包 买点手势吗 买点 大哥 看我 看到看到看到 谢谢 你爆灯了 你多大年纪啊 我今年三十五岁 哇呀 我就喜欢这种老男人 你 你 你怎么样 哎呦我肚麻胎 哎呦我肚麻胎 珍珠都珍珠问嘛 你心里面有很多钱 关键是关键 你不能这么 我在这镜头前问的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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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让我们掌声 欢迎下一位男嘉宾 哎 哎 哪里吧 你这 这美女谁老找呢 你是 我不是相亲对象 我是主持人 是主持人呢 对 我自己有衣服 有两百多套 六个衣柜 还不够挂 退休金 一个月两万三千多 我还有十四套房子出租 年龄我并不介意 只要有缘 但是呢 我的年龄就是要求 55岁到35岁 这个期间 35岁 因为我接受新事物比较快 最好能有生育能力的 要爱得解净 您今年是已经六十七的 对吧 您综合指标各方面的话 还能这个 之所以我有这个诉求 就是因为我 对我自己了解 最少说 还有这方面的能力 我这人吧 咱说生理上没病 我这个男女方面的需求 不知道您能满足我 满足不了 反正正大事物的 咱们都不介意 就说这个 不想有能见得咱说 我不行 我不能满足你 再另选 你的过气 我不法参与 您的将来 一定由我承担 您的爱情宣言是啥 等我病危欠字的时候 希望欠字的人 就是你 我想问一下 您是有什么毛病吗 为什么可以说这句话呢 去年生了一场病 当时那个 欠字的人没有 您去年这病 就是遇到病危了 不是病危 不是病危 我得了一个 日常就要做个手术 现在的中国 这个感情婚 百分之九十 都是凑合些呼吸 没有爱情的婚姻 是不道德的 不道德的是 不会长久的 他在挑逗我 就是在挑逗你 我是有病例的 看我这身打扮漂亮 哎呀 红红红红的 真挺好看的 那我挺喜欢你的 怎么办呢 可以相处吗 那么咱们握握手 拥抱拥抱 好吗 握手就可以了 握手就可以了 呃 握抱就不要了 您这么封建吗 呃 不是封建 呃 我就要亲信嘛 呃 受不了 受不了 除了这位阿姨之外 您还想再选择 哪个阿姨吗 话说回来啊 我今天来呢 我抱着失败的 这个 叔叔直接跳重点 需不需要教学出来 呃 没必要了 好 因为我觉得 如请阿姨 叔叔 你先把话给她说好不好 你现在身体健康情况如何 生理上就像三十几岁 生理上就像三十几岁 你的所有标准 温柔善良身体好 干净力和有双保 年龄不是问题 身高也不是距离 那是不是您透露给人家了 说觉得你 我就有钱 就是是不是自己有点透露 透露 那不是透露 它是明摆着 到啥时候 你得有钱呢 没钱也不行 我的钱 就是 就随时就包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还拿一红包装呢 对啊 为什么呢 这今天就 这是喜事嘛 喜事 对啊 压兜钱是吗 对啊 我的天 叔叔大气啊 我不下钱 养职业一年下来 那收入多少钱呢 五六十万左右 牛二百六 猪今天二十一个 大鸽二十个 小鸽三十个 还有四十五亩地 那为什么就是 出好几个 一直没有结婚呢 那不合适 我就不能去跟他结婚 那是什么原因呢 是差在钱上呢 还是差在长相上呢 也差在长相 也差在钱上 怎么差在长相上呢 这长相你 咱得比我强一点 我长得要是 找的也得 比我强一些的 那我这个未婚 到时候你长得不像样 我肯定不太干 那你想找一个 长得什么样的呢 还是研究 王盈生这样的事的 谢谢叔叔 你曾经得过什么病吗 反正目前 现在没啥病 这末后我不知道 没有什么大病 卧床了 也没守过书什么呢 守树 也守树 我做个绝育 做个绝育 绝育 绝育 谈点那些 硬核相亲民场面 大爷您现在还能正常行使 夫妻生活 女生问题问题很尖语 就因为这个不是吗 我满足不了人的要求 到后来他就清水了 您现在还能行使 您男人应该行使 彻底的好了 防防的 哪个好使 我爱你 找另一半年龄有限制吗 必须得65左右的 因为我不想找岁数小的 人家得愿意和我牵手吗 叔叔您不说想找年龄相仿了吗 您俩差20呢 要差20不行 差43不是63 他能不能感情愿意 直接就切到43了 我这么说你看行不行 就是只要他不嫌你大 你也不嫌他小 这可以 行了 男人的痛病 一年的收入是多少 一年收入苦衷十万左右 谁要跟我走 我赏钱的十万 十万 他的话就算数 我这也不用说一下了 也不用说一下了 来来来来 千万转开出 偶遇心中的一趟 你说要哪个 我给你买楼 你说要哪都行 只要能跟我老赵 过的快堆 什么都行 两个肩领 不停 跟他规格 我是觉得真的喜欢你 真的想打给你 不管你有没有钱 老头给我大吃闪睡 我就是大闪蜜 阿姨年轻点就闪蜜 我以前的老头也帅 帅小伙 这老头也帅 就涂得票人好看了 我当初也闪蜜 我姐说人大叔跟他 我你们这说啥呀 树尔大叔的爱人成人 我就吸引他人大叔的 他就吸引人 看我老伴帅不帅 我就涂得帅 我才跟你他 我无怨无悔 爱过就别后悔 要珍惜当下 俩人好过 我一点不后悔 因为他爱过我 我也爱过他 我存以无数的奉献 我愿意 如果哪位女嘉宾不嫌弃我 给我朋友到老 我可以给留20万块钱的养老费 还是连以心换心知道吗 我是从内心那么想的 我是农民 但是我有一定的收入 一年3万多块钱 一年存款的利息是3万多块钱 你们算这个本金就自己算吧 我不告诉你们 咱俩都有房吗 黑白兔啊 嗯 老一百多坪 你想 你想留是不是 我可以 你是不是想说爱马公 我有啥毛病 那你为啥没长起来 让我累的呗 咱俩五大狼一样 但你好像没练一样的 我要找他这样的 我说给你百八十个 就看前面就给你带来 怎么样 啥子是别练的 这笔先生买一条腰带 谢谢 没没 刚才尝尝的话 我就跟他说过了 我问你 媳妇和爹 你能换哪个 那你爹 不能让你离婚 你就同意 那你 你拿钱呀 你换个媳妇 你不愿意呀 你问现在现场 一些阿姨们 你哪个五千块钱能带走 我告诉你 现在五千块钱 它不是钱了 如果现场 我喊一声 五十万 那有跟我走的 没有 没有 他说你们 三号在流当 我就忘了你等了 现在 对这种男人 你连喜门都不听 听你爹的 之后你得到幸福了吗 所以这样男人 我也不能给你流当 我老婆现在开着工资 事业边 你不能再这么唠了 说说 啥叫你老婆 不是 你前期 跟你有啥关系 这前期也是啥 前期也是啥 我老婆说了 我老婆说 你乐着谁着谁 但是你就别着我 但是你回来吃喝啥都行 我都能拥有你 这不就是气话吗 不是气话 我每次回到哈尔滨的时候 他都是给我 就买些好吃的 走的时候 必须得给我拿五百块钱 我现在住这个房子 是他教飞飞 叔叔那你就忍受一下 他的脾气又啥 就是他教 到时候他就给你教了 我教他不要 他就机遇了 从来没有这种想法 要叔叔你走吧 行不行你走吧 你别来了 我可以现在用一首诗 表达我此时的心情吗 我愿意面朝大海 春暖花海 我愿陪你到天涯海角 直到生命的终点 在外面 我是雄大幕笔下的幕归音 领军挂岁 驰骋江 在老公面前 我又是曹雪芹笔下 若柳风的灵带 我就是我不一样颜色的天国 这个咱俩的文化差异太大 我就是抽筒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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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